先持续来关心陆客团火烧车事件 车上二十六人全数罹难 而为了要厘清肇事的原因 桃园地检署昨天是公布了最新的侦查进度 发现在驾驶座前侧门口与下层行李箱三个地方 共发现了五瓶塑胶容器有汽油的反应 是否这就是助长火势的主因 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整辆浏览车烧的焦黑只剩骨架 目前就停放在国道舞阳分队 现场还有大批远警成城借户 就在桃园地检署再次看业游览车后发现 部分的采集检体中有不少塑胶容器内有汽油反应 驾驶舱找到的两个塑胶容器 以及部分的液体 还有驾驶舱燃烧的残余物 还有前侧门口燃烧的残余物 还有下侧行李箱塑胶容器三瓶 送验后均有汽油成分类的反应 检方表示几乎可以确认大火迅速燃烧 就是因为汽油助燃所导致 至于如何引发火事 还要等见识人员厘清 另外针对网路流传一段红山滬油缆车离职员工 与改车技师压单 电话录音档 由于内容涉及非法改车 检方在昨晚已传唤四人漏夜证讯 但初步排除涉案 无保请回 目前是就有没有改装 游览车的车体结构 还有加装所谓外界所称的暗锁 目前是初步排除涉案的可能性 至于原先罹难家属计划下午两点半 前往国道舞陽分队 看肇事车辆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 却临时喊咖 家属选择不再面对媒体 尾油交通部对外发言 请这个理性工会跟这个家属 尽量做多方面的沟通 理赔的这个律师 他们都参与 大家现在都在做密集的讨论 邀文部表示 目前与死者家属还在沟通 理赔与火化事宜 而目前已确定火化人数共有八人 至于切缺了赔偿金额 还要等待保险公司来估算 明早将会举行量场法会 下午将会举行公计仪式 记者黄历委陈一峰 吴锡昌桃园报道 民众出门买菜 可能发现水果变贵了 由于近日来连续的高温 热到连果树都受不了 云林县临内乡 木瓜出现了大量的畸形果 乡农会就估计 11月木瓜产量 恐怕会减少五成 而另外香蕉跟芒果的价格 更是飙涨了四倍 天气真的好热 全台气温动动就飙高到36 7度 不仅民众受不了 就连水果也不敌高温的气候 云林县临内乡的 往式木瓜果园里 就出现大量 只有拇指大小的畸形果木瓜 更正常木瓜一笔 实在小的可怜 果农也很无奈 云林县临会表示 一旦气温高于35度 雌雄同体的木瓜花蕊活性会降低 字体受粉会不良 就会造成果实外表呈现不规则状 破坏迈向 估计一直到11月 木瓜产量恐怕会减少一半 除了木瓜的产量变少 其他夏季盛产水果 像是香蕉也因为粘出了寒泰 加上尼伯特台风的重创 产地批发价每公斤 就从十几元飙到四十元 另外艾文芒果的涨幅也很大 以前一颗二十几元就吃得到 现在一颗差不多一百元 涨幅大概四倍 让民众买不下手 在天后持续影响水果产量之下 农会预估年底前 民众想要吃到平价水果 可能会很难 不少人会吃面包来当早餐 不过制造面包的面粉 里面具有漂白功能 跟增加精性的添加剂 却有诱发气喘 跟伤肝的疑虑 食药署不排除 要跟进欧盟的规定 来禁止使用 师傅的手在工作台上 不停搓揉着面粉 刚出炉 各式各样的面包香气扑鼻 但为了让面粉掰稀 面粉制品Q弹 原料面粉里可能餐有 具漂白功能的过氧化 本甲酸BPO 以及增进作用的藕蛋 二甲酸安ADA 有过敏体质的民众 吃了恐怕会诱发气喘 伤肝的疑虑 事上面粉原来的颜色 是米黄色 但是加入过氧化 本甲酸后 就可以去除小麦中的 胡萝卜素 让面粉变得白皙 卖向好 另外小麦磨成面粉的时候 会缺乏弹性和韧性 需要放置三到四周的时间 在空气中氧化 逐渐厚熟才能保有筋性 有业者会把常用于 瑜伽店橡胶鞋底的 藕蛋二甲酸安ADA 加到面粉中 将后手的时间缩短到三四天 而这两种面粉改良剂 在国内准用超过二十年 但欧盟纽奥等国早就禁用 学者表示食品中的化学 添加物越少越好 而BPO ADA有替代品可用 政府应该考虑禁用 食药署则表示 将尽速开会评估风险 若专家有共事 将跟进欧盟禁用 记者欧盟禁国黄台报道 云林县地层下陷的情况 一年比一年严重 不但下陷面积持续扩大 去年全台下陷最严重的地点 也出现在云林县土库镇 达到了七点一公分 而云林全县二十个乡镇市当中 有十六个乡镇 在一年内就下陷超过三公分 一楼平房的屋顶和成人一样高 窗户也指到成人的腰部 如果要进到屋内 还要弯着腰 头才不会撞到屋顶 在云林县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都是地层下陷所造成 经济部水利署和成功大学分析云林地区地层下陷速率 发现2014到2015年间 平均下陷超过三公分的 一共有十六个乡镇 占全县的八成 其中土库镇下陷速率达七点一公分 是全台最严重 云林县的下陷面积也持续扩大中 去年下陷面积已经达到658平方公里 超过全线面积的一半 云林县水利处表示 地层下陷与超抽地下水有关 目前除了持续清查 查封非法水井 属于地下水管制区内的14个乡镇 也都禁止申请开挖新井 希望能减缓地层下陷 记者邱紫辈鹏安群云林报道